幾年前我推介過一隻耳機叫NX7 Pro 因為它的定價很進取 799 但每一邊的耳機有七個單元 七個單元 然後你七百九十九元 但戴上耳朵又真的挺好聽的 有七個單元的分析力 而且調音也不錯 還有很多東西玩 面板也換得到 前面的Filter也換得到來調音 我覺得在入門的耳機來說 算是非常精品和上成 所以我當時有推介給大家 口碑也不錯 接著它也推出過Mark 3 不過Mark 3的價格稍微上升到1099 即是超過一千元的心理關口 今次來到第四代 它的價格又下調到一千元以下 三點五線的版本是899元 而四點四線的版本是999元 雖然它的價錢調低了 但比起Mark 3來說 無論它的用料、設計、造工等等 其實都是進步了 否則它也不需要推出新一代的型號 質素提高了 價錢又調低了 我覺得NX7又再一次給一個福音入門的用家 我們看看NX7 Mark 4的產品規格 插頭是0.78mm兩片可換線設計 頻率響應是20-28kHz 靈敏度好有趣 三個Filter靈敏度不同 如果金色Filter是112dB 紅色Filter是113dB 黑色Filter是110dB 單元每邊有七隻 分別是四隻動鐵 10mm的倒皮震膜複合雙動圈 以及一個七層壓電陶瓷單元 身為NX7的一元 它都繼承了兩大特色 第一就是每邊要有七隻單元 剛才聽到 另外亦都可以換Filter去調聲 NX7 Pro的時候 已經有三款Filter推出 這次亦都有三款Filter 數字上如果換了Filter 其實靈敏度是會有不同的 剛才看到了 不過我覺得最主要就是聽聽 每隻的Filter的聲音 究竟是有什麼分別 既然換Filter 我們又順便看看它的造型 看到面板、金邊、後面的透明殼 全部都是做得好 另外每一次它的線都會有一點升級 這次這條導銀線又再漂亮 上次那條布線 換Filter就很簡單 我現在用黑色Filter 其實逆時針扭開它 拔出來 接著我們用另外一個Filter 順時針扭上去 扭緊之後 拔回耳膠 完成 就算是用黑色去試聽 依然是那種很近身 密度很高 個人很近的感覺 這個我最喜歡 我總括一下三隻Filter的效果 如果金色 即是它本身就已經插著那一隻 是比較平均一點 如果你聽歌是比較雜色的話 你用金色就OK 就算你耳機也要有3D的效果 紅色就給你很適合交響樂 中高頻 還有一些Live Concert 演奏會 演唱會 這樣就可以用紅色去聽 而黑色就是我最喜歡的 著視樂 或者一些鋁聲 或者很漂亮的錄音室的錄音 黑色是最適合的 上次介紹過一隻Acoustone RS3工作的耳機 定價是980元 一樣都是1000元以下 最大的賣點就是它有一條跟機的1.8米原廠 Pentacon Year的線 你拿去做事就非常方便 今次這個NX7 Mark IV的定位不同 它的價錢都是1000元以下 不過它就不是給你做事用的 這次真的去回聽歌、享受、遊戲 它有三隻不同的filter 依照你自己喜歡的歌曲而去選擇 我自己覺得音效 對於播歌來說 這隻NX7 Mark IV是非常之不錯的 之前買了NX7 Pro 或者NX7 Mark III的朋友 如果想找升級的話 這個NX7 Mark IV 絕對是可以給你更大的驚喜 你看到它每一代都有些東西進步 那些東西要做得更漂亮 包裝、配件等等 都是不斷想給你們更漂亮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品牌都是挺有心做耳機的 尤其調音都挺適合我的口味 NX7 Mark IV 3.5 線版本是$899 而4.4 線版本是$999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的連結看看 然後你喜歡 European 自心的光澤 在這時的那些小姐的活動 按 charismatic的部份 我們會在這裡做你的 有機會是Wii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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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OIiO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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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OIoIoIoIiOIoIoIo 協議